只是一本游记而已 若殿下喜欢 便拿去看吧 小叔 难道那本书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 那你这是 批主用的笔记和内容都没有问题 这是 这是什么 有两个字我捡了笔画 用来避讳 避讳 哪两个字 是 仙母的龟名 和书中某处地名一模一样 我批主遇到时 就会按照以前的习惯减缺两笔 用来避讳母亲的名字 那这是要紧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 锦颜并不知道我母亲的龟名叫什么 那两个字也不常用 他从中 就算是以前 他也从没发现过 我有避讳这两个字 或许 他根本注意不得 可是 你为什么还这么紧张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书中 多少带着过去的痕迹吧 刚才莫名其妙就紧张了一下 忽然才意识到 其实景颜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看 晋王也是以为 你一时走神罢了 没有起什么疑心 放心吧 都是小事情 的确是小事 莫大哥 丽阳宫中府那边 如果有什么情况 你要马上来告诉我 你这个人 什么事情都要过 你就算是灯油 也不能这般牢法 原来是无辜之人 却因为我 小叔 你要再这么说 我可就真生气了 是 你们先下去吧 是 你们先下去吧 你们先下去吧 你出来吧 长公主 南楚的使团已经离开京城了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他们也放心 还有哥哥呢 你知道 如果我捏你走 你是不能待在这儿的 我知道 那你还敢在我面前出现 你不能逗世 父王说了 长公主是个好人 我一直不想让你带景锐走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了解我儿子 他生性宽厚 最是重情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 远比你想象的要深 他表面平静 但内心的痛苦 不是劝慰可以平复的 他需要时间 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去接受 我希望我能陪他度过这段时间 我不想让他这么快 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去见一个陌生的父亲 我们会对哥哥好的 会对他很好很好的 四姐 你看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像是某个富贵人家的后门吧 要说起此处的主人 其实也并非高官显贵 而是无绝无职的一介白衣 他买下这座宅子 不过半年之久 可现如今在京城里 只要提起苏宅二字 就已经无人不知了 你这么一说倒让我好奇 是什么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能在这贵胄云集的京城 多得一席之地呢 既然这位梅宗主也是豫王的谋士 那他与你有何冲突 你叫我攻破他 是想知道些什么 四姐请 其实我请四姐攻破的人 并不是他 这位苏先生高深难测 绝非声色所能动的 那你叫我来这里 四姐稍安 四姐 你看 来 多多多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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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清楚了吗 就是他 你说那送菜的汉子 这人有什么奇怪吗 这么大一所宅院 送菜送水送果子的人 不都是常来常往的吗 此人名叫